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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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国华妻子的要求完全可以理解 除了这种事情换谁 谁都不可能善罢甘休 那么当时许国华究竟是被什么人撞了呢 没想到一问到这个问题 许国华的妻子却犯了呢 许国华的妻子说呀 赵氏司机撞了丈夫之后 根本连减速都没有 接着就扬传而去了 再加上当时天色案 他又被眼前的景象给吓蒙了 因此别说是车牌号了 他甚至连肇事车的具体模样都没有看清楚 但是警方并没有放弃 他们仔细勘查了事故现场 所幸的是 在这里还真就让他们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 一块车辆碎片 知道 就是这块碎片 第二 警方推测 这很可能是发生事故的时候从车上掉下来的 而赵氏车辆呢 正是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 这个线索就像是混沌中的一点光 给警方指明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只要弄清楚在事发的时间段里头 有几辆银灰色的面包车 经过这里排查的范围 不就可以大大减小了吗 于是 警方立刻调取了事发地点附近路段的所有的监控视频 经过仔细查看 他们果然发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东西 最后 警方对这辆车进行了轨迹跟踪 而跟踪的结果瞬间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十八十 十五分 经过这个司发执行的那个国警方 这里 还有个好的 一申诉 申诉以后就申诉到这个 这个 就是在下游 这个车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它的车就坏了 经过事发路段之前的卡口时 车子是完好无损的 而在经过事发路段之后 车子却已经被撞坏了 警方怀疑这辆面包车十有八九就是正式车辆 他们很快就联系上了车主 听着一番询问 警方达知 这辆车早就中国人家叫黄剑霞的人 难道说这个黄剑霞就是肇事司机吗 接下来 在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九个小时 一件让人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黄剑霞这个 到带了一个人 到我们公园中央来投案 他讲不是他开的 就是带过来的这个人开的 黄剑霞告诉警方 这车呢确实是他租的 可是他没有驾驶证 平时呢 这车子都是由在他手下打工的这小伙子开的 所以肇事的根本就不是他 而是这小伙子 而对于黄剑霞的这个说法呢 和他一起过来的小伙子也表示 就是这么回事 小伙子承认的嘛 倒是很爽快 但是事情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吗 就在警方对这个自称肇事的小伙子进行询问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个极其不对劲的地方 你师父的字顶啊 怎么装的 心脏是什么情况啊 他想不清了 口口声声说自己装了人 可是对于现场的情况呢 却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 这正常吗 事出反常必有妖 警方认为 事情肯定有蹊跷 而在他们的再三追问之下 那小伙子才终于低下了头 小心翼翼的表示 自个儿根本就不怎么会开车 其实他完全是被老板黄剑霞叫来顶包的 当时我想他是为了老板 但是要有庆免之下我也觉得 这个不知道事情党修 去应付了这个事 到了这边我感觉我也觉得我情况不妙 不想他我也说的哪样 我感觉我怕 怪不得黄剑霞会主动上门 原来早就是有备而来 他肇事逃逸 还找人顶包 不仅自己逃避责任 还要拉别人下水 甚至还设局 企图掩盖真相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于是警方立刻就传讯了黄剑霞 面对警察呢 黄剑霞倒是表现得沉着冷静 可是有句谚语说的好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面对两个卡口的这个监控探头拍下的照片 黄剑霞不得不承认 当时造成事故的确实是他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头 造成许国华死亡的赵志司机就被找到了 可以说警方在这个案件的破货上 做的确实相当漂亮 随后警方扣押了嫌疑车辆 留存了在事故现场提取到的车辆碎片 并且向检察院提出了逮捕赵志司机黄剑霞的申请 按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是顺理成章 毫无悬念了 然而让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警方申请批谱之后不久 检察院那边竟然发来了这样一份决定书 定睛一看 却让人惊讶的眼睛都瞪大了 在这份决定书上 检察院认为黄剑霞涉嫌交通肇事罪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因此驳回了警方的批谱申请 什么 不批谱 可无论是监控画面 还是现场提取到的这个车辆碎片 种种证据都把矛头对准了黄剑霞 甚至连黄剑霞自己都已经承认了 肇事的的确是他 检察院为什么会认为证据不足 不能逮捕黄剑霞呢 对于这个疑问呢 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是这么解释的 交通肇事后现场勘查的时候 提取到的碎片 究竟是不是黄剑霞本人驾驶的那辆面包车上掉落下来的那个碎片 这一块我们认为还存在疑问 检察院发明认为 当时警方在勘查现场提取到的这个车辆碎片和黄剑霞车上的这个破损 不能完全吻合 因此这个碎片不一定就是黄剑霞车上掉落的 就是那个前保险杠的那个和这个碎片的光泽度 那个新旧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除了碎片和车对不上号 检察院还认为 发生事故的地点呢 是在两个卡口中间的这个主干道上 而这个主干道呢 其实是乘树之行放射的 也就是说在他的两侧还有一些插路口 那么会不会发生了这么一种情况呢 肇事司机撞了许国华之后 为了逃避惩罚 没有沿主干道继续开下去 而是拐上了旁边的小路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黄剑霞岂不是替真正的肇事者背了黑锅吗 就是说他这个路上是一个 是一个主干道 但他旁边也有一些侧的 也有一些岔路口 就是说从这个前面一个卡口经过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旁边的岔路口 再到其他地方去 听起来吗 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分析确实是有理有据 这么一来呢 警方却觉得特别迷惑了 他们想不明白 如果黄剑霞确实不是肇事司机 那他为什么要承认呢 如果他是肇事司机的话 碎片又为什么不吻合呢 事情进行到这里 似乎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 这中间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黄剑霞究竟是不是被冤枉了呢 刚才我们说到根据事故现场提取到的碎片 以及监控探头拍摄下的画面 警方认为黄剑霞就是导致许国华死亡的肇事司机 然而让人完全没有料到的是 对于这个结论的检察院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仅凭这两项证据 不能判定黄剑霞就一定是肇事司机 可这就让人不明白了 如果黄剑霞不是肇事司机 他为什么会承认呢 而如果黄剑霞确实是肇事司机 那碎片又为什么不吻合呢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 警方觉得这种件绝对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于是他们再次对整件事情进行了梳理 据警方介绍 虽然这条主干道上确实是有插路口 可经过的银灰色面包车却只有一辆 因此许国华不可能是被其他的面包车撞倒的 不仅如此 从事故发生20分钟之后到第二个卡口 就拍到黄剑霞的车出现了破损 这足以说明黄剑霞在行驶在两个卡口之间的路上时 确实是发生过事故 而到了我们省高 这个卡口 通过卡口发现 他的马车辆的保隐杆 去了一块 而出的这一块 跟我们现场 这个日流在现场 跟他日流在现场的保隐杆的水平 那个断面 自相本后的 不管哪个方面都证据确凿 警方认为黄剑霞肯定就是招式司机 然而对于这次的结论 简单方面能接受吗 工作人员表示 虽然图片显示的这个断面是吻合的 但是在他们实际审查的时候 却并非如此 因此依然无法确定 事故现场的这个车辆碎片 就是黄剑霞车上的 而如果无法证明这一点 那后果很可能相当有 如果方程协议人在开庭的时候 在庭室上翻供 说我没有 引起这个交通事故 可以把现场提取的碎片 和我的车辆的保险杠进行比对 那么一比对的话 肯定不是上面算多的 要把案件办实 办稳办妥 办成铁案 不要出现冤假错案 检察院方面的意思很明确 就算黄剑霞确实是肇事司机 也要用铁证 把这个事给坐实了 一来防止节外生枝 彻底给许国华家人一个说法 二来也避免误判的可能 维护法律的尊严 那么警方究竟能不能证实这一点 在得到了检察院的说法之后 他们再次对碎片和车辆的破损 进行了对比 这次警方发现 虽然这辆车的破损处 和当时的那个破损图片很相似 但的确不完全相同 难道说肇事司机真的不是黄剑霞 黄剑霞只是一个刚好 在一个巧合的时间 出现在了一个巧合的地点 顺便还开了辆巧合的破车 警方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他这辆车的造设车辆 这个车子新旧城的话 是比较新的 弄一个保险杆 就从一刚刚一个保险杆 基本上是看不出来 换保险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黄剑霞的行为就太恶劣了 无证驾驶 肇事逃逸 找人顶包 毁灭证据 这一条条加起来 可是最上加罪的行为 而为了验证这个推测 警方决定再次提审 黄泉夏 提审这个黄金阳以后 黄金阳我们就问他 你有没有换个报警卡 你一干审不去了 逃跑了以后 你从我们审高卡口经过了以后 你又上哪去了 果然如此 看到自己处心积虑部下的局被拆穿了 黄金阳的这个眼神有些慌乱 他承认 当时发现撞人之后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赶紧溜至大吉 因此他非但没有立刻停车报警 反而一脚油门踩下去 逃离了现场 而他逃逸之后 他还是觉得不放心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想出了个礼带淘江金蝉脱俏之际 于是他找了一家不起眼的气球店 更换了车的保险杠 黄建霞本以为换了保险杠就没了证据 可谁想到才过去几个小时 警方就已经查到了车主是谁 为了不让警方查到自己身上 他干脆将计就计 主动找警方投案去了 只不过在去之前 他又做了一个更加错误的行为 而除了故意撞坏新保险杠 施展障眼法 黄建霞还特意找了一个有驾照的员工 企图让别人替他蒙混过关 同时他还通知了事故发生时所有的乘车人 命令他们谁都不许泄露这件事 对不起 实在组织跟着和我们打工呢 说话多一次 他们都说好了 古语道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看看黄建霞走的这一步一步骑 可谓是招招费尽心机 步步挖空心思 为了替自己开脱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被他撞倒的许国华的死活 也没有想到替他顶包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更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给一个家庭带来的灭顶之灾 甚至在承认了肇事之后 他还故意隐瞒了更换保险杠的事实 2014年4月3号 在一个乘车人的带领下 警方来到了黄建霞更换保险杠的祈求店 走回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跟这个新郎人类的这个陕大伯 我们去比对 比对也发现了这个 他不是文护 我们做监听的 在那根本政策 就是这黄建霞所驾驶车辆造成 证据一旦确凿 4月3号当天 检察院这就下达了一份新的决定书 认定黄建霞涉嫌交通肇事罪 决定批准逮捕 黄建霞处心极虑 到头来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他肇事之后的种种作为 说起来讽刺 这不仅没能让他逃脱惩罚 反而成了最佳一等的证据 原来按照法律规定 普通的交通肇事者 由于是过失行为 法院一般会考虑适用于缓刑 基本上就是说 因为交通证事他属于过失犯罪 就是说从那个化解社会矛盾呀 这个包括对被害人的这个禁亲属 进行这种经济弥补的这种角度来说的话 正常的赔偿以后 如果是在三年以下量刑的话 法院呢 就是基本上会考虑对他适用缓刑 而黄建霞呢 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反而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头 出不来了 判断他有寄屠心三年 他这个是实行 就是要收监执行的 从缓刑到实行 接下来的三年 黄建霞可该好好反省了 不过事情到这里呢 还没有结束 2014年的12月23号 检查院的工作人员来到了 许国华的家里头 他们探望了许国华的家人 并且表示愿意为他们的后续赔偿 提供帮助 关于许国华的府 许家人终于拿到了 他们想要的说法 但是我想 如果让他们再做一次选择的话 在赔偿款和亲人的生命面前 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让许国华平平安安的活着 而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 因为一个对不上的证据 检察院和警方不辞辛苦 甚至在肇事司机都已经承认的情况下 还要把一切推到头来 把案子办成铁案 正是这种坚守原则的精神 体现出了司法的严谨 而正是这份严谨才是最值得 我们肯定和为之努力的 好 各位关注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出现了什么新闻的话 希望您能够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 告诉给我们 让我们大家一起关注 好 期待节目就到这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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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